行車記錄器拍下賣場停車場出口 兩部車擠在一起 好像誰都不想讓 兩車車頭車輪靠超近 已經快要貼在一起 沒想到下一秒前方車輛往前後 這兩輛車誰也不退 同時往前擠 就這樣白車直接往黑車撞上去 兩車車頭蹦的一下 直接撞到卡在現場動彈不得 駕駛開車門理論 造成賣場大塞車 我是覺得浪一下 你就浪它會速度會比較快 兩個都這樣爭 一定沒有辦法 就是反而會造成後面的堵塞 事情發生在17號 民眾到高雄美式賣場 買完東西要離場 因為車潮多 沒想到前方兩輛車 誰都不想讓誰 一直往前 兩車發生碰撞 賣場出口大塞車 雙方表示車輛輕微車損 以自行和解 同樣是停車場不離讓的 還有著車輛一台接一台 往出口方向前進 沒想到一輛白色轎車 疑似看有空隙 硬要插隊 後車只好趕緊煞車 差一點點就撞上 週末假日出門的人多 賣場百貨停車場 一不小心就大塞車 停車場要是只有單一出口 民眾趕著離場回家 不遵循駕駛方向 更不想離讓 搶快變成出車禍 不只延後回家 還要車損賠償 實在划不來 記者王毅玉 陳山山高雄採訪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字幕作成者 李宗璇